香港國安法是全國性的法律 所以我們去了解國安法 其實我自己覺得最重要是我們的角度 一定要從全中國的國族人民14億人口看下去 顧名思義國家安全不是說香港人的安全 我們現在要顧及的 一定是全中國14億多人口的安全 以及全中國的穩定 在香港國安法第一條說的 組織防範制止懲治 危害國家安全出現了你才去制止 都倒了都獨立了 怎樣去懲治它 所以其實國家安全很重要就是要防範 因為我們要保障我們14億多人口 以及整個國家的安全 國安法有四項危害國家的行為是有罪的 而二十三條的立法 就涵蓋七項 裡面是有相似的地方 如果將來香港要為二十三條立法 請問應該怎樣處理呢 兩者之間有什麼區別呢 一個就是全國性法律 就是香港國安法 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 它定立的最高的法律位置 一個就是香港基本法的本地立法 由香港特區的立法會定立 是地區性法律 所以一定是國家的法律 比本地法律大大 有所衝突都必須全國性法律適用 這是最根本的區別 守護國家安全 其實就是守護自己 守護家人和守護下一代 無悔我們現代的歷史責任 在這裡多謝各位 謝謝大家